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我的頻道,我是一個熱愛科技的魔術師MAT 我可以在影片中分享一些有趣的科技產品、科技刺激 還有當然不少的魔術影片和魔術教育影片 所以如果你不想參考我的影片,記得記得現在馬上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旁邊的鈴鐺,按我的鈴鐺,你還要第一時間收通知 不會錯過我的影片,我給你3分鐘 3,2,1,OK 我們今天就是這個全新的系列,叫做3 minutes Wednesday 3分鐘星期三的第一集 在這個系列裡面,我會用3分鐘時間和大家分享一些有趣又實用的科技技巧 魔術的知識技巧,甚至其他有趣的知識技巧都有可能的 那就無疑是3分鐘之外,令你學會到一些新的知識技巧 我們今天就要教大家怎樣跟付零成本去backup你的iPhone 你不需要每句都付錢去買iCloud 亦都不需要怕你的MacBook不夠去backup你的iPhone 你只需要有這個 外置的SSD,或者 外置的Hard Disk,或者 外置的Hard Disk,或者 外置的Hard Disk,或者 反正你只要有Hard Disk 你就可以配合到你的iPhone 那究竟怎樣做呢? 讓我們一起看下去 那首先我們開始之前 我們需要一部的MacBook 我們今天的教學 還要針對MacBook的用戶 所以大家要留意 我們先打開MacBook 然後再把我們的Hard Disk 接到MacBook 然後我們就要打開這個Finder 然後在左上角 前往的地方 我們要按住這個option 那你就會看到 多了一個叫資源庫的選項 我們就按這個資源庫 然後去裡面的Application Support 再進去裡面的Mobile Sync 那在這裡你就會看到一個叫backup的folder 這個folder就是用來放你iPhone backup的一個地方 那如果你見不到有這個folder 就覺得有可能是因為之前沒有backup過iPhone 所以就沒有這個folder了 那第二步就是要打開這個中端機 接著輸入以下的E1吋的指令 那這個指令的意思就是 切換到Mobile Sync這個資料夾的位置 那而第三個就是 再輸入以下的這個指令 那這個指令的意思就是 將原本這個backup的folder 將它重新命名為old backup這個名字 那接著到第四步 就是再輸入以下的這個指令 那這個指令就會有少少的變化 那這個指令的意思就是 在我這個外置的hard disk 這個名字就叫做 Mac空格5TB空格HD 那它就在我這個hard disk裡面 新增了一個資料夾叫iOS Backup 那所以這個位置其實是要填你hard disk的名字 例如我的hard disk名叫做 Mac空格5TB空格HD 那我那個位置就會填了 Mac斜線空格5TB斜線空格HD 因為斜線空格它就代表空白鍵的意思 它就根據你的名字填下去就可以了 而第五步就是手動在你的hard disk裡面 這個iOS Backup的資料夾裡面 自己新增一個資料夾 名字就叫做Backup 這樣就可以了 而最後第六步就是再輸入最下面的一串的指令 這個指令的意思就是 將你外置hard disk 那個iPhone的backup資料夾 將它連結到電腦上面 原本是用來儲存backup資料夾的位置 以及它會產生一個連結資料夾 就叫做backup 這裡有兩個位置你需要自己去更改的 實際第一個就是跟前面一樣的 那個Mac5TBHD 這個就要改回你hard disk的名字 而後面你會見到有一個叫做 Mac底線Train這個字 這個就是你那個MacBook電腦使用者的名稱 你可以在你自己的電腦裡面去看 你那個MacBook的使用者的名稱是什麼 將這個Mac底線Train 跟隨你自己的名稱就可以了 那當你下次再連接著你的hard disk 再連你的iPhone去按這個立即備份的時候 那你的電腦就會自動將你這個iPhone的備份 直接夾到你的hard disk裡面 而不會佔用到你MacBook的任何空間 好 那這就是今天3 minutes Wednesday 教大家的 如何將iPhone直接夾到一個外置hard disk的方法 那希望這條影片幫到你了 如果幫到你的話 記得幫我like這條影片 和share出來給你的朋友看 還有最重要是訂閱我的頻道 支持一下OK 那如果你還想看更多其他文章教 都歡迎在下面comment跟我說 那如果我知道怎樣做 都一定會拍一條影片去教大家 那今天這條影片應該會超過3分鐘 畢竟都是第一集 不過不要緊 我們下一集呢 希望在三分鐘之內 那我就有一個熱愛科的魔力師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Peace 訂閱 訂閱 鈔